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是大型网购平台京东商城的创始人 零用行业非常庞大的行业 他的第一项目就是CEO的个人项目 如果不是CEO这种项目 他只能做很大的 他的奋斗目标是穿越全球所有沙漠 打造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他就是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本期节目刘强东与您一同分享 京东是如何搭建物流和信息系统的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去打造那么庞大的物流系统 大家一直就是说有很多外包的公司 有很成熟的场所配送体系 为什么你要自己做 大家一直不明白 就全世界这个物流体系 跟我们这个电子商务一样 也是分为三整的 一种是B2B的这种物流体系 你比如说加勒沃尔玛 国民苏宁 他的物流体系基本上是B2B模式的 也就是充分他仓储 配送他门店 然后消费者自己到门店 自提 把这货买了 自己拿回家去 然后第二种模式是C2C的模式 各国的邮局 像UPS 像中国的深通圆灯顺丰 这些公司都典型的是C2C的物流体系 也有它全国很多点 每个点就要收客户的货 要给客户发货 这种体系是网格软的 网格软的物流体系 导致它管理的难度很大 每点都可以收货 每点都要发货 每点收货 可能发到全国每个点上去 那么它概念和质业都非常的复杂 成本也很高 而京东我们一直要做的是 一种B2C的物流体系 是办事着这种真正的 B2C电子商务行业发展 而运营产生是新的一种物流需求 既不成一种沃拉玛加勒谷的 也不成一种深通圆灯的 我们是从我们仓处 直接到达消费者家里去 是一点对多点 是一种放射装的 而我们每个点之间 并没有任何货物的交叉 比如北京的配送站 跟天津的配送站 之间没有货物交叉 我们永远是从北京的库房 到达天津站 然后到达北京站 然后北京站天津站 在我们手里面去 这种物流体系是单向的 它不是双向的 它不是网络状的 便宜优化我们的 这个概念有数的成本 提升我们的运营效率 这是我们投资的根本原因 因为它没有 因为这个社会需要 我们人有机会 所以我们思维非常简单 实际上最后所谓的效率 都是由你的物流强不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构成的 在全国的步点 应该占了70% 70% 这是很大的数啊 对 也就是我的供应链 成本和效率 能够达到的话 五五六占了70%的重要性 很多人都会不断地说 哎呀 为什么咱们中国 不能出来一个 阿玛兰 首先中国没有这环境 首先在中国 你除了做阿玛兰 要做的深刻之外 你还要做什么 还要做配送 阿玛兰不需要做配送 在美国的话 供应链就能帮助他 做很多事情 很多货 都供应链直接发给你的 没有经过阿玛兰不需要 我测试大哥42%的产品 不是通过阿玛兰不需要发出来 而供应链直接发过来 国内能做到吗 没几供应链做到 做不到 如果我的货 都让供应链直接发 也能做到 告诉你 水货 假货 给你有发个砖头子 什么坑不拐变 都能做出来 那你只能通过 这种效率 其实咱们国内的企业运用效率 比美国企业高的 有42%的货是 供应链直接发 从财务角落一样 不算它的库存中央率的 它只有58%的产品 是自己发的 它的库存中央率28天 如果你把42%跑去掉 你能算到退出来 它库房的 自己管理的部分 库存中央率 大概需要50多天 而京东只做到15天 12天 就是我们是京东的消费者 然后我买一个东西 然后你们的配送员 到物流的仓库里面 去把东西取出来 送到我们家里 然后这个仓库 就是所谓的物流的 整个体系 北京就建一个 对 我们整个华北区只有一个 每一项货品 都是要到那个仓库里去取的 对 然后把它取出来 打完包之后 然后配到 李消费者最近的一个站 我们的北京 有50多个配送站 每个站有十几个配送员 站里面拿到的时候 再决定每个配送员 送哪一家货 所以客户拿到包裹很简单 实际上背后很复杂的一套物流器 那你在全国有多少个大的仓库 然后又有多少个配送站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 十六个 一级物流中心 十二个二级物流中心 二级物流中心 就是我们的大家电仓库 电视机 冰箱空调彩电 已经建成大概是 287个配送站 加了五年 我们要在中国建 十个一级物流中心 建八十个二级物流中心 要建2500个到3000个配送站 这样的话 整个顾客拿到货物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就短了 可以这样讲吗 现在我们做到十六个城市 客户收到货 平均时间 两个城市到四个城市就收到了 我们未来做到三十五个城市 三十五个城市的客户 收到我们的产品 都是平均时间 三个多个小时就拿到货 那你这个 两千多个配送站 整个还有其他那个仓储 一级二级的 这个整个要花多少钱建起来 我们主要花钱在 一级物流中心上 一级物流中心 十个大概需要 八十个到一百多亿吧 我们三级物流中心 其实投钱很少 就是五万多块钱 就可以开配送站了 很多电子商务网站 把配送去交给快利公司 这样来做 有什么不行呢 外包的这些快利公司 都是C6C模式 它的干线运输费用非常高 它百分之六十的费用 在干线运输费上 而京东呢 是百分之八十的费用 是在配送站上 所以这样来导致呢 就是说硬地团房 它费用不比你自己 建的要便宜 第二 它服务平均 根本得不到保证 还有非常致命的 就我们现在国内的 除了邮局 邮局所有的点都自己的 是咱们邮动体系的 对 其他的快利公司 都是加盟 加盟就很难 保证这个服务质量 邮局对他 唯一能动 也就是罚好款 你还不敢罚他狠 但是用户已经流失了 对 罚他狠是什么问题 你先过去 尽量报出来 就是哪一个站 哪一个省 跟邮局发生矛盾了 把货给扣了 每天能发生无数次 直接就是 比如我是 江苏总这个 加盟方 是吧 原来跟邮局 一罚他狠了 是吧 贩子一年还要赔钱了 受不了 呱唧 我就把江苏总 所有货扣了 给我钱 再给你货 要不然所有货都扣了 这件事情在跨地上 每天发生很多次 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这个物流的建设 基本上是 电子商务的一个瓶颈 很大的一个瓶颈 因为国内 有需求 没人做得好 恰计我们认为 也是一个机会 既然没人做得好 我们是希望呢 通过我们 把干线用书接受的费影 全部弄到 配总盐身上去 我们给他交四眼一金 给他很好的待遇 我们每两千单一样的城市 我们配总成本 是跟第三方差不多的 也就不比他们贵 别看我给员工 重好待遇 实际上我们配总费用 单一城市 每天过两千单的 两千个包裹的城市 我们的运用成本 是跟第三方差不多的 像北京 上海 这个核心城市 我们每天都是 几万包裹的城市 我们平均每单 都是周五块两毛钱 远远低一地三方 所以我现在 北京我的配总盐不仅 不是我包裹 反正每年给我赚了很多钱 配总员是你们的人吗 都是我们的人 我们没有使用外包的人 所有配总员都是 跟金冬工程指签的员工 我们也给他们交四眼一金 那这些人实际上 是你们的最后一公里 对 配总盘难得难得管理 而不在投资 因为这么多配总盐 天天骑车出去了 没人跟着他 他能不能对客户微笑 能不能对客户服务好 是很多很多问题 那对他们的培训 是怎么完成的呢 三级的培训体系 首先呢 一个站管好不好 百分之八十 是跟那个站长有关 因为我们很多站 都是远在天边的 有时候总部一年 可能都去不了 一个人两个人 如果这站长不给力的话 这个站就散了 客户服务一定不好 所以我们的站长培训 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们站长现在呢 基本上都要求在 金冬工程工作一年以上的 优优的配合员 让他通过公司三个人 站长的集训的方式 每三个人 是站长培训班 我们还为站长助理 实际上站长助理 就是他准备升他为站长 之前干半年站庄助理 所以通过曾经的选拔 淘汰和培训 再成为我们站长 然后站长我们也三个考核期 三个如果过不了关 再换 只能换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我们站长收入呢 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站长平均收入都八千块钱了 实际上每个人只管十几个人 所以收入高这么多情况的话 员工呢他就会很珍惜这份工作 而且给他交四眼一惊 连我们的配送人员站长 在金冬工工作满三年了 我们还已经给他飞老家 去开一个配送公司 然后反过来 宠包公司的一个生活区域 跟公司合作 变成公司的合作伙伴 这样他可以 每年大概费用 将近上十万的这个经历润 飞到他老家 也不用去外地城市 这样可以赡养自己的父母 每年如果稳定的 上十万的收入的话 对于三四年小称之来讲 可以说非常好的 一路站长还可以拿到公司股票 我们现在有的站长 就是说拿到公司股票 已经值一百多万 上市的我相信 比较高很多 费用很多很多站长 公司上市将来 有几百万的股票 他们飞到老家 可以去买非常好的房子 可以过非常好的日子 那么战亦来 这些员工非常敬业 每个人都希望 在公司干一辈子 无数站长告诉我 他真的希望 这是这份职业 希望能够跟 金融公司一直干下去 您说站长 是八千块钱的收入 平均 那前面的配送员 是什么样的工资水平 大概是四千多块钱 四千多块钱的样子 那这个前面送货的 四千块钱基本上都是一些 什么样的学历 什么样的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这种高中啊 或者中专毕业的 甚至还未有大学生 但很多大学生呢 我们照他进来目的是 希望能将来 有一天把它培养成站长 因为我们认为 一个大学生 让他三年都是送货 是没有价值的 大学生真的就摆上了 所以我们也会照些大学生 甚至本科毕业生过来 但目标实际上是 咱们有一天 把它培养成站长 去照他 但是呢 来了时候 都要看能不能送满一年的货 如果你那一年的货 不能送满的话 公司不可能考虑 胜利为站长 不管你学历多么好 因为做了站长 依然是需要一个志工耐劳 一个责任性 才能把这个十几个兄弟 都带好 我们因为在谈物流过程里面 最后一公里 怎么能够让他们去 微笑啊 耐心啊 比如说错单啊 漏单啊 这个地方它是很要命的 首先呢 要让员工 重视这份工作 如果这份工作 对于我们的配合员 可有可无 离开京东 随便找一个 都能拿到这么多钱 都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这么好的机会 比如说身为站长啊 或者将来费老家 跟工作合作啊 那么我相信 你很难让配合员 真正说 多么好的工作 对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提醒 不管现在和未来 都很有竞争力的 很稳定的 一份收入给他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你要一个 庞大的信息系统 就分析报表的能力 我们通过产品评价 我们通过购买咨询 我们通过网友讨论 就每个产品 下面有三个 应用留言的地方 我们通过 订单的评价 我们通过投诉系统 我们通过这个论坛监控 然后我们还通过的 就是直接投诉 大概我们 有十二个地方 我们能够发掘到客户 有关配送方面的 所有不满东西 我们每周都会出于报表 我们都聚集到一个配送院 我们配送院 在每一个自然年 如果受到两个客户投诉 就要被开除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体 是太重要了 对 我们刚才说 平均收入是四千 因为我们一半的员工 都不满一年 因为我们每年的配送内部 都是翻面在涨 这跟公司增长数 几乎是线性的 因为每个人 每天送的包裹数量 几乎是不定的 这样来意味着什么呢 新员工的收入 是第一时间的 或者说意味着 老员工数是很高的 我们老员工没有低于五千的 因为老员工都是六千七千 而且给他交四眼一斤 这跟一般的快递公司 一般快递公司 都是用的 所谓外派员工 不肯定交四眼一斤的 我们交完四眼一斤 拿了六七千块钱的吧 这对于这些员工的 信念很大 我们每个都会平几乎战争 我们战争分三星 四星 五星 对 如果你要说拿到三星 你一年只能两次拿到三星 战争会被开除 我们内部没有降级这些说话 你不行就要走人 不自那时候 你战争做不通 在非战争能做配送业 所以我们希望呢 每走一步要慎重一步 走出那步就不能退回来 退回来就没有退路 就只能走人 七星的得到 价格优先级的指令之后呢 我们每个半个小时 会把我们所有的 金融流的网站价格 抓一遍 如果有物流 没有信息 几乎是瞎的 对 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后面 这个信息平台的建构 七星系统 可以说是 整个电子商公司 一个核心扭带 因为它能够 网上给你订单 连接到所有的钱 我们每一分钱 跟信息平台都是相连的 我们每天呢 我们每个站 每个配合 多一分 少一分钱 我们的六点半成 我们的财务总监 都可以拿到报告 我们跟公网上结算 我们所有的每一分钱 都是信息平台管理起来 然后跟物是相连的 我们每个物 都是信息平台管理的 包括我们固定资产 包括我们每个杯子 今天应该在哪个会议室里面 有几个杯子 我们信息平台都可以查到的 我们每一件产品 每个笔记本 或者每一个牙刷 就卖的产品 放在公网 放在哪个位置了 放在哪排货架上了 放在第几层 放在哪个格子里面 这是在信息平台管理之下 所以客户 我们的资金 我们的物 我们的人 我们每个员工的工作 我们除了清洁工 是不依来信息平台工作 他只需要每天早晚考清 通过信息平台之外 其他所有人 都是以信息平台工作的 我们每个打包员 打完一包 都要在扫描上扫描下 是我打包的 这样来我们得到非常多的信息 就这一个动作的话 我们就能知道 这个打包员一过下来之后 你浪费了公司28米的交代 你浪费了16个6号纸箱 我们都能算出来 因为我们信息平台 可以算来客户这个订单 该用什么样规格的纸箱打 比如说本来3号纸箱能完成 你用4号纸箱打 你用供大的纸箱打 供大的纸箱打 对于这个打包员来讲 它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 因为打包更快 它可以拿到工作替成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 浪费钱了 因为你要供多的填成物 去把那缝隙给它填满 所以相当于大 打包员打包越快 相当小 它要摆放 通过摆放 去调整 都能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 把货恰好放进去的一个目的 我们思议每当事 如果多加了油的话 我们都能知道的 信息系统化 其实你的进货也非常有依据了 我们全国一级二级 大概18国王现在 每个产品 为18国王 哪个国王 采购多少个 不是人来决定的 是由信息系统来决定的 人执行信息系统 你要去跟公司谈判 拿到最好价格 告诉信息系统 大概货什么能到 通过信息系统 向公司上下订单 那有些新货怎么决定呢 按照我们的员工的经验 会有个保守的初始 15天之后 这个就由信息统来接管了 人就干涉不到 如果人干涉了 也可以 因为费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是信息统没啥捕捉到的 你们厂上给了我们一批 比如说笔记本 而这批笔记本是定做的 便宜 八者给我们 比平时便宜很多 那你就可以超过信息统定货数量 但是我们有个指控部 后面费有 相当于供应链管理部分 要通过他的审批 我们定价系统 也是信息统来完成的 首先我们每个产品 我们会给他定一个 应该叫价格优先级 然后信息统得到 价格优先级的指令之后 我们每个半个小时 会把我们所有的 金融的网站价格抓一遍 抓过来 会进行次比较 然后会根据我们的成本价 根据我们的价格优先级 根据金融的情况 也会根据销量 但销量不是主要因素 如果发现他销量 假如说最近没有的话 说明价格又是太差了 他可能渐价幅度会高一下 如果最近销量很好的 他可能渐价幅度会少一点 非着考虑 还会根据纪级因素 还有好多因素 大概十几个因素 信息统会自动给出于价格 所以我们的价格 这也是 有些网友喜欢 但也会有些网友会不喜欢的 就是发现我们价格老是变 其实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你们会永远比竞争对手 卖得低 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并不追求 一定要比竞争手 说一定要卖得多低 但是我们不能容许 比竞争手价格贵 贵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至少要做到 跟竞争手价格一样 这是我们一个ZD的底线 所以你有时候看 竞争手上的油线价格 可能会贵了一点 发现别的网友比我们便宜了 其实你如果吸引的网友 等个办公室再来看 就发现我们又便宜了 我们每个办公室 会有一万八千个产品 价格变动 这样一座城市一样 你城市的道路合不合理 决定你的将来会不会堵持 你的下日道走得好不好 会决定你的暴雨 会不会水沿城市 这就是京东的基础设施 有了三个基础设施 才能说 让民众生活得幸福 让老百姓活得好 才存在这个东西 有了 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会决定 所以我愿意的